咱们看看他家里都藏了什么好东西 我还以为谁过来了 这破诊也能不像人吗 我叫阿花 前段时间接受了上面的任命书 让我带着老婆和孩子从故乡出发 来到这间公寓 带着管理员的职位 那这个时候就有观众要问了 你管理员就管理员 你偷窥别人房间干什么 你个臭溜妈 因为我喜欢 其实是因为我的表面身份 虽然是管理员 但到这里来还有一个神秘的任务 华生 今天是你工作的第一天 知道我们为什么选你当管理员吗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们给你注射了晚上可以不用睡觉的药物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个辣子 这跟我当管理员有什么关系啊 等一下 晚上不用睡觉 是的 那我岂不是首页冠军 是的 那我岂不是多出来好多打游戏的时间 不是的 那我要干什么呀 你听好了 在这栋公寓里 我都会有穷凶结果的罪犯 我需要你24小时监口 一旦有什么风吹鸟洞 是风吹草洞 一旦有什么淡吹草洞 风吹草洞 断吹鸟洞 都说了是风吹草洞 混蛋 你被开除了 那事情就是这样 我真正的工作是去监视整栋公寓 找出潜在的罪犯 然后报告给社区 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要撬人家房门 因为我喜欢 是因为 刚才通过这个猫眼 我发现一号房那家伙不在家 为了找出更多的线索 我打算去他家里搜查一下 猪柜 没东西 皇上好像也没啥东西 哎 我就有人要上来了 好家伙 这要是撞个正着 我不就洗内了 那从我交谈得知 这哥们是来自二号房的高老头 他表面上 对我从一号门出来的事情 必可不谈 但从他的神色中 我能知道 他看见了我的行动 这下 就有点危险了 到楼下之后 我也是和妻子进行了沟通 他告诉我说 我说你要是有那些功夫 不如跟你闺女儿子聊聊天 天天整整没用的 哼 女人 你以为你说了我就会听吗 嘻 孩子 你在学校最近过得怎么样 老头 最近又有矿难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记得你不想去挖矿来着 但是有可能会被强制分配 儿子读的大学 一般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去当矿工 另一个是往上去读工程师 希望他好好加油吧 而女儿还小 我们也一直进行照顾他 倒是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算了算了 我还是去赶紧看看一号房那家伙再搞什么 来了 就是在 自制药 虽然不算多大的罪 但这肯定也是违反规定的呀 能算让我抓住他的狐狸尾巴了 那接下来就是写信举报一切何尝 很快 他就被带走了 那至于他的下场 我并不在意 谁会去在意 罪犯的死活呢 只是那个目睹了我监视行为的高老头 总让我心里有个疙瘩 你又打算上哪儿去 干啥啊老太太 我这叫忙于事业 懂不懂 关女生病了你知道吗 今天刚去医院看的 医生说嗓子发炎了 别弄点抗生素 医院没给开吗 开不到呀 连矿难的伤员都没得吃 是吗 我去想想办法了 啊抗生素 抗生素 我这上哪儿找抗生素啊 抗生素的话 我倒是能弄了 高老头 但是 你要和我说实话 什么实话 一号房那家伙被抓了 跟你有没有关系 他果然看见了 是我举报他自制药物 怎么了吗 是不是呢 你知不知道 当年这整栋楼都是我 什么 跑来住房紧缺 就把他捐出来了 没想到 这高老头竟然还是个好人 抗生素的事情 我帮你办 但是 钱不能少 那高老头也真是黑啊 一次性要了我五百多 也要知道我身上一共也有两千块钱 但是为了给女儿治病 这点钱也不算什么了 那个 女儿怎么样了 今天医生说 是肺炎 肺炎 要三万块才能完成治疗 三万 我怎么可能拿得出三万 那你说怎么办 打电话 我领导切 对 我都干了这么早的活了 我女儿生病了 肯定会照顾一下的吧 喂 领导 你电话来得正好 您找我有事吗 下一个要去除的对象找到了 一号房的高老头 啊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把他给我赶出去 不然 你就给我滚出去 那个领导啊 我女儿生病了 要抗生素是吗 现在可开不到啊 你找我也没有 是肺炎 啊 那得多少钱 三万 你觉得你配三万块钱吗 要向你女儿活命 就拼命工作 三万 谁也拿不出来那么多 但如果你把高老头赶出去 就能挣到一笔不少的钱 爸 最近学校 你他们能不能别来烦我 你说 学校说 因为资金紧张 学费涨到了一万五 如果交不起学费 就会被分配去当矿工 一万五 你知道你妹妹的病 需要多少钱吗 可是我一直都想当工程师呀 那你 想你妹妹死吗 高老头走的那天 我一直没敢看她的眼睛 她离开这里 又能去哪呢 女儿的钱还差不少 儿子每周也会游一些回家 但这样还不够 既然那些住户都是罪犯 那我偷他们的不就好了 我一定会救我女儿的 没人拦得住我的 我这些都卖了 道歉住户财产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罪犯 我是为了救女儿 我给你一个人 不要让他招护你 尽客人 她每天在买 感谢观看